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TownTalk 拥有一个美国手机号码有很多好处 比如说你可以注册很多国外的网络服务 像Facebook推特还有亚马逊 都可以用美国手机号码来注册 那么如何去拥有一个美国手机号码呢 之前我向大家去介绍过两种方法 一种方法的话是通过网购 来购买no rolling这样一个实体的美国手机号码 但是这个实体美国号码有一个缺点 就是有的网站它是不能够接受验证码的 目前经过广达网友的测试 能够使用最全面最方便的一个美国手机号码 就是Google voice Google voice我之前也介绍过 它的一个获取方法 目前最方便的话是通过淘宝店 来购买现成的一个Google voice号码 购买完成之后的话 你再转移到自己的Google账号上面 但是有的小伙伴就会担心 购买别人的会不会不安全 而且你去购买别人的话 不能够选Google voice的号码 即使能选的话 它的收费也是比较贵的 所以今天的视频就是来教大家 如何去申请一个Google voice的号码 通过我的这种方法来申请 是不需要你去准备一个美国的实体电话号码的 而且你还可以去自主的选择 自己喜欢的Google voice号码 整个申请的过程在30分钟之内就可以完成 是非常的简单快捷的 它的花费也非常非常的便宜 只需要2美元就可以申请成功了 如果说你想知道这种方法是什么的话 就请继续观看我的视频吧 那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吧 好的我们首先去检测一下自己使用的IP 是不是美国的原生IP 主要是看这个地方DNS是不是美国的 如果是的话就完全没有问题的 如果说你不使用美国的原生的IP DNS的话很容易他会使用的过程中 申请的过程中会报错 所以说这个地方大家特别去注意一下 好的然后我们登录Google voice 选择获取号码 我们去比如说想获得一个纽约的 我们数一下纽约的区号347 好这边会跳出来很多纽约的电话号码 你这边去随便去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点这边的选择 好点击验证 这个时候是需要你输入美国的一个实体电话号码的 我们需要用到这个工具 就是这个网站 他会提供你给你一个美国的实体电话号码 让你去做验证 他验证的网站是很多的 包括亚马逊啦 然后这些比特币的网站啦 Facebook啦这些都是可以去验证的 他的也是明码标价的一个费用 费用的话也是比较低的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首先先注册一个账户 好注册完成之后的话 现在这边的余额是0 然后点击右边的话你可以去充值 我们可以先把它翻译成中文 好的 然后你点击右边这边可以去充值 然后我们点击左边 选择一下目录 目录的话这边就是你所有可以接受验证的一个网站 我们看一下英文的原始网站吧 这么多比如说一些购物网站 阿迪达斯啦 Airbnb啦 亚马逊啦 苹果啦这些都是可以注册的 我们直接去选择Google voice就可以了 而且这个网站的话 BOA美国银行的话也是可以去使用 这个他的号码去注册的 好这边点击一下 这个地方也去选择Google voice 他的支持的网站是很多的 好了之后的话点击下一步 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没有办法点击的 主要原因的话是这个时候我们是没有余额的 余额不足的 所以说我们首先的话要对账户进行一个充值 因为谷歌的话他的验证的费用是2.09美元 所以说我们充一个最低限额就可以了 他的支付方式可用的话是这三种 我这边选择的是第一种 也就是用比特币的一个方式去支付 金额的话 可以点击右边这个三角符号去选一下 我这边选2.01就可以了 使用比特币的话他这边是和这个网站去进行一个合作 Coinbase这个网站进行合作 但是因为我之前去注册过这个网站 那里面现在没有余额是没有办法使用的 那如果大家有网站的账户并且的话是有余额的话 就可以直接通过他去付款 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我这边没有的话只能选择比特币 然后这边给你提供一个比特币的一个地址 我这边的话用Paxful跟大家去演示一下如何去付款 我们手机打开Paxful的app 然后选择钱包 选择发送 好扫一下他给的一个二维码 然后去捐一下金额一共是14.34人民币 点击发送 这边可以看到有一个7.3人民币的一个网络服务费用 一共是21.65人民币 好这边去输入一下验证码 输入完成之后的话这边就正在发送 因为比特币的话他整体网络发送速度是比较慢的 所以说我这边的话是要等很久 像这边他会你付款完成之后 他会给你跳转到这个界面 让你一直去等 我这边大概是等了15到20分钟左右 然后他才劝人收到这个汇款 他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跳转到这个界面之后的话 然后你到收验证码的网站上面去刷新一下 就会看到现在是有余额的 好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收验证码了 我们到这边去选择Google voice 因为他这边不能搜索是一个缺点 我们只能一直往下去拉 好找到Google voice 点击下同意继续 好这边是Google voice 点击同意 点击下一步 然后他会给你一个美国力量号码 我们直接复制一下 到Google voice这个网站去把它输入 复制过来然后点击发送代码 好的然后到验证码的网站去看一下 有没有收到这个验证码 点击下一步 好我们看到已经收到验证码了 验证码是181418 我们把它复制过去 这个时候我们发现是没有办法直接去复制粘贴的 所以说是需要去手输的 我们手动去输入一下 点击验证 好这个时候他会提示已经添加电话号码完成 如果说你顺利的话 这个时候已经 你可以拥有自己的Google voice号码 但是我这边不太顺利 它会出现 它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右下角还有一个获取号码 说明你Google voice号码并没有获取成功 大概率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然后接下来我就跟大家演示一下 出现这种情况要怎么去操作 我们重新再点击获取 到这个界面的话去输入一下 如果说你有时候输三四七的话 他跳不出来 有错误的提示的话 你把这个网页插掉 然后再重新打开 再去输入三四七 它就会跳过来 因为它系统可能会 网络会有点不稳定 如果说出现 还有一种就是这种情况 平凡点号码 平凡点出了问题 我在想哪里出了问题呢 我又尝试了一下 一个洛杉矶的号码 有可能是如果说你这个地方不能选 有可能是这个地方的号码已经被别人选走了 已经卖完了 所以说你可以选择换一个城市的号码 这个时候发现那个洛杉矶也是不行的 说明并不是号码选完了 有可能是我们网络的一个问题 所以说我这边想我换一个代理的IP去试一下 然后我再重新去点击或许号码 这边输一个洛杉矶的 去选择一个号码 如果你幸运的话 这边选择点完之后 就可以申请成功了 然后你到Google voice的设置里面 就可以看到你的Google voice的号码了 然后这个关联的号码就是你验证网站提供给你的号码 然后这边的话 Google voice号码就是你申请好的一个Google voice的号码 这个可能和我刚刚点的那个号码不是同一个 因为我后来重新又选号码了 这个号码的话 同样也是可以去更改转移和删除的 这样的话通过通过这种方法 我们只需要花费2美元 我们就可以自己申请到一个全新的Google voice的号码 而且的话也可以自己去选号码 比淘宝上在购买要划算的多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相信你通过我以上的视频演示 已经顺利的申请到了一个Google voice的手机号码 如果说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如果说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欢迎点赞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